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必须听李宗高谈过论 越闭锁越走不进人群 不得不到人群中的时候 常只有木讷不语 因为一开口 会说些别人和自己都不喜欢的话来 最多和一二知己聊天 但是他们都很忙 等他们有空 我并不一定有空 和知己之交真是淡如水 有时三四年碰不到一次面 已经习惯独自一个人 其实也不是独自 晚上孩子们会回来 他们会争吵耍赖作怪 但也没有多少时间 升学主义把他们逼到各种的方程式 图解文字中 年少时曾因为贫穷和书决绝 一段时日 三日不读书 不是面目可正不可正的问题 而是仓皇无助空忙 何况那些失学的日子 有整整四年 卖过杂货菜 拿过厨头做饭 带别人的孩子管帐采买 幸好后来复学 才寻回福地 四隔多年后 辞掉教职 仍然得带小孩 却是自己的 得做饭 为自己的孩子做 进杂货店 身份改了 去菜市场 可以自由支配益智 这样呢 懒得管了 自己大略亮入围出就行了 多出来的时间只有珍惜 补回过去的空白 和古人交谈中 每每生起一缕幸福感 难面亡而不亦也 尤其喜欢看冷屁的书 读此类书有如采矿 听音乐也不错 采可夫斯基 贝多芬 海顿 摩扎特 马水龙 汪振平 施义贵 马力奥兰莎 甚至于费玉清 卡拉斯 潘秀琼 习近平 不用太挑剔 这些都变成客厅的常客 寂寞时什么都包容 连喜多郎 日本人的音乐也包容 唱唱歌吧 如果连自己的声音都不欣赏 岂不是更寂寞 如果连歌都不唱 声带岂不是真的会生锈 白发云 快乐送 荣耀送 还有孟陀琳 送你一把泥土 回梁家 月琴 想到什么就唱什么 学过多少首歌忘了 有的歌词也忘了 没关系 旋律永远不忘 随便哼哼也是很好的 有时候什么事都不做 就冥想 能有时间想 是一种福气 也是一个禁止 可以好好照一照自己的心性行止 能使自己不在纷扎的世界中迷失 还是寂寞好 喜欢插花瓣干净利落的花 不喜欢碎细的 在我的感觉 碎细的花要整大片整大片 或参合在原野上 才有整体的美 如果单一的 少数的就不好看了 幸好我只在家中插花 从不好为人事交别人 所以我的自然派也好 爱插干净利落的花也好 这些偏见爱不着别人 反正自己操发自家 欣赏自己得益 幸好家里其他成员 也没有任何意见 任由我在这方面 当一家之王 我爱花木却不伤花落 也不悲夜哭 不是没有感情 而是把花开花落 慕容慕哭 看成自然现象 也就不会悲哀